皇帝的女人竟然沦落到和太监对师 他们以为无人知晓 殊不知这一切都被床上的男孩看在眼里 他就是后来的千古遗地康熙 和太监亲热的女人 正是他的生母同妃 他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事情 康熙的生母同妃是个汉人 因为长得好看 13岁就入宫陪伴顺治地了 要说同妃也是幸运的 别的女人想尽办法怀龙胎都无果 她进宫第二年就怀孕了 而且生下的还是千古遗地康熙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当时生下孩子的同妃 再加上年轻貌美 深得顺治地的宠爱 可是这所有的一切 都因为另一个女人的出现终结了 她就是董恶贵妃 不管是正是还是也是终 都大量记录了顺治对董恶氏的爱 后来还因为她的去世 顺治抛下了江山 去了庙里长板青灯古佛 董恶贵妃的出现 让后宫中其他女人都黯然失色 同妃想要母凭子贵也不现实 因为董恶贵妃也生儿子了 顺治看这个儿子跟看宝贝一样 还打算把皇位也传给她 面对这样的情况 一众妃嫔们都慌了 他们发挥起了宫斗的优良传统 开始想办法挽留皇帝的心 顺治身边的大太监吴良府 成了炙手可热的拉拢对象 同妃还不惜和她一个太监当起了对师 可除了这样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十五岁生下千古一帝 却沦落到和太监对师 刚当上太后 又一夜之间离奇暴毙 难道同妃真的是传闻中的孝庄害死的 同妃年纪轻轻刚入宫就生下皇子 可是却没有因此坐下荣华 皇帝偏偏围着董恶贵妃转来转去 好不容易再申宫呢 挨到了儿子悬夜继位 她终于当上了太后 原本以为以后的日子可以舒坦一点眉 没想到年仅二十四岁的她 居然一夜暴毙了 对于同妃的死因 民间流传最广的和孝庄有关 都说是孝庄赐死的 因为同妃当初和太监吴良府对师 这样的仇事被孝庄发现了 所以留她不得 但是仔细推敲一下 这样的说法根本占不文件 首先 同妃的家境出身肯定很好 从小接受的礼仪教育 是不会让她做出这种事情的 再者就是 虽然无良府是顺治身旁的大太监 可上面还有孝庄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就是给她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肖想皇帝的女人啊 关于同妃的死因 另一种说法就比较靠谱了 那就是玄夜登基的时候年纪还小 同妃也很年轻 万一日后生出干政的心思怎么办 为了以防万一 最稳妥的做法就是去母留子 这在历朝历代都有发生过 所以也是说得过去的 可是顺治的子嗣也不止一个 她最喜爱的还是扶权 为何最后登上地位的却是玄夜呢 15岁生下千古一帝 24岁离奇暴毙 为何最后是同妃的儿子玄夜 成为了大清朝的皇帝了 众所周知 顺治帝最爱的妃子是董娥贵妃 最宠爱的皇子是福泉 对于玄夜和其他的孩子 都是不甚在意的 不过幸运的是 玄夜从小就有苏玛拉姑的教导 苏玛拉姑是校庄最信任的宫女 情童姐妹 在玄夜很小的时候 还得过一次添花 被送到了宫外 也是苏玛拉姑不怕危险的陪伴在身边 玄夜本就头脑聪明 学东西也很快 尽管没有顺治的官暗 也依然很好地在成长着 直到顺治意识到 他该选继承人了 这才想起了这些孩子 但是问题又来了 最大的孩子也不到十岁 怎么能当皇帝 顺治便想着 不如把皇位传给皇室宗亲 还是校庄极力劝阻 他才又把目光放回了儿子们身上 福泉和玄夜年龄相仿 顺治之所以选中了玄夜 是因为他觉得玄夜能扛过天花 身体不错 将来肯定能有所成就 不得不说 顺治的直觉还是挺准的 玄夜虽然登基的时候年纪小 可后来的功绩确实有目共睹 秦敖百 撤出吴三桂等三藩势力 收复台湾 平定准嘎尔汗 嘎尔丹叛乱等等 在国内定下的一系列政策 也为后来的康钱盛世定下了基础 他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君主 少年坎坷艰难掌权 创建了一招辉煌 巩固金欧开疆拓统 开创清朝盛世政绩辉煌 说他是康钱盛世的第一功臣和开启者 绝对当之无可